HELLO 大家好,我是Omega 今天呢,我要帶大家去我的秘密基地釣魚 然後我現在相機家在路中央 所以我們要趕快把這開頭給拍完 然後呢,在去我秘密基地之前呢 我們要先來蒐集一下耳料 那今天耳料呢,我會準備三種 我們先去蒐集第一種耳料吧 那我們第一種耳料就是 青笛啦,台語就叫切笛吧 反正就是一種綠色的藻類啊 那這種藻類呢,通常生長在這種小水溝的地方 我們現在去採集它吧 誒,這什麼東西 這一跳來跳去的該不是蝦子吧 這水溝竟然有蝦子耶 這裡先去 好啦,現在找到我們第一種耳料啦 就是這一個 聽說呢,等一下我要釣的魚對這種非常地買單 那第二個耳料呢,先給大家拆一下 我提示一下,它會動喔 而且,它沒有手也沒有腳 我現在到可以蒐集到第二種耳料的地方啦 那到底第二種耳料到底是什麼呢 Let's check it out 好啦,第二種耳,答案應該非常明顯吧 沒錯,就是我們的萬用耳蚯蚓 為什麼叫萬用耳呢 因為基本上用蚯蚓可以對應到所有的魚類 對於蚯蚓可以說是愛不釋手啦 現在大家可能會好奇第三種耳到底是什麼耳呢 第三種耳呢,其實就是我非常拿手的甲耳啦 至於秘密基地那邊的魚呢 對於甲耳到底買不買單 要等一下才知道 好啦,到我的秘密基地啦 就在那邊 這裡呢,應該算是農業灌溉鉤鳩吧 大家一看到這邊可能會想說 欸,怎麼跑來這種地方釣魚 但是,我要告訴你 越是這種不齊眼的地方 魚就會越多 好啦,既然現在地方都到了 東西也到了 那就是萬事俱備 只先釣魚啦 現在這道的方向非常狹小 所以這邊都是樹 我只能在這塊 慢慢地釣魚 然後讓我慢慢往下流行 現在來分享一下我的釣組 我的釣組呢 是用兩顆4B的咬籤 然後搭上一個管夫溝 然後搭上一個管夫溝 我咬籤呢主要是增加重量啦 這樣我拋了一顆4B的咬籤 我拋頭的時候比較好拋頭 然後 管夫溝就挑比較小套的 倒勾我壓掉了 我們先用輕敵試試看 直接這樣勾上去就好 欸幹,大隻了 大隻了 噢,到 媽的,我就拉不上來 欸,終於超大隻了 哇,這隻有那麼大隻欸 哇,這隻有那麼大隻欸 哇靠 小小的小溝水竟然有那麼大隻的魚 用輕泥釣到了 來,幫他解鉤吧 來,幫他解鉤吧 又中喔 又中了 又中一隻 又中一隻 比剛剛那隻小一點 比剛剛那隻小一點 又中一隻喔 比剛剛那隻小一點 這樣吧 一樣是用輕敵釣到了 哇,真是太熱了 請容許我戴一下帽子 剛剛用輕敵這樣釣下來兩隻 效果其實沒有很好 所以我要換我的萬用耳啦 也要抓到 果然蕊蠅比較牢喔 送了,送了 有,這個 這個 有,繩了 有,抓到 有,抓到一隻 就是穿雲掉到了 最後的最後呢 我要換上我最拿手的夾爾 希望夾爾 可以表現出他 應該有表現啦 我可以表現出他 我可以表現出他 我可以表現出他